请你再留一会儿吧 您是谁 我还活着 原来是风吹灭 看来老天和我的玩笑还没开完 连逃都不让我逃 你想求死 我这身子生死无疑 这副躯体如尽于我 也是牢笼了长衣 你真的想求死 你不是想报复我吗 秦禾 你凭什么了解自己的性命 谁给你的胆子 长衣 那日牙上的汗风不够冷是吗 不过了 一开始就听话逃跑不好吗 为何还要执意撤凡 枉费我的一片侧业 还连累我被顺德责罚 我那已经是在帮你啊 长衣 提前了解你的痛苦 免得你被送到顺德那里获受罪 别嘴 别再说了 你如今到好 安将仇报 将我关在这儿 连我解脱的机会都要夺走 你的心肠远比当日的我狠 你不是恨我吗 杀了我 杀了我 杀了我你也能解脱 杀了我 你动手啊 杀了我 杀了我 你说的没错 我 我不会让你死的 我会让你求死不得 臣下好了 异徒暴露了 死也死不了 下方也被看穿了 秦云河 我赶你白受罪 到底是那个混账东西党的国奶来得到 成你算账 尊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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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您这是怎么了 又为了秦云河费心伤神啊 凌霜太那边您快回去吧 这云月的锁碎小事以后都交给我吧 您也不用麻烦了 每天为了他跑来跑去的 简直就是 够了 这云月的锁碎小事以后 你不肯留在我的身边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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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让我放手 难道就是少主 推我登位的目的吗 自然不是 那他跟我治理北渊 有什么必然的联系 他来了以后 我可有怠慢任何的公务吗 没有 从今天开始 我会好好地看着他 不会让他闹出一点动静 你想做的 我不会为难你 也不会强逼你 我希望的 只是你好 北渊好 多谢少主 2 上次 将先令所示之图 照样画了下来 琢磨了这些时役 还是没能看出 先令所指何意 天君不必有心 先令至宝自然不容易参透 带羽修炼之旗已至 请天君随雷泽动身前往吧 慢着 修炼之事请往后拖一拖 前往待遇修炼 虽可增强修为 可帮助天君将来与仙师抗衡 但此龙漫长 不见得是眼下最合适的方法 此番发包反应 不正是因为天君的领悟 达到了新境界吗 所以天君该留下来 与我参悟大盗 是是是 就你吴兴康 那你倒是解读一下 可去 神君可是参透出了图中奥义 要指引本君去图中此处 何谓此处 这图上一无地名 二无南北 这真是个地图吗 待遇可去 这话说一般的习惯 那是得改一改 待遇和这地图有关系吗 天君都去了好几次了 也没有发现有什么指引啊 也许 这次会不一样 政节 所谓机缘 时也 事也 运也 是 那就请二位神君 紫本君一同前往 是 拖了 小心点 所有的东西都要擦干净 任何角落都不需染上灰尘 这是要拆房子吗 尊主要住过来了 住 住 住过来了 尊主下令 今后除了外出议事 寻房等 其他事务都要到这 湖心岛云岳来办了 不过啊 姑娘不用担心 尊主吩咐过了 白天不会打扰姑娘休息 会在中间加一道格帘禁纸 一点声音都露不进去 禁纸 夹在哪儿啊 莫不是 夹在我床边 对 好你个成衣 为了监视我 都学会夹攻击塞 等等 她莫不是还要睡在这儿吧 尊主说要住过来 就是住过来 自然是白天住过来 晚上也要住过来 可这不是个 湖心小院吗 这么偏僻 她过来不合适吧 姑娘说笑了 尊主走到哪儿 哪儿自然就是中心 何来偏僻一说 把尊主的床赶紧收拾好 是 姬云和 叫你作死 你可真行啊 非但没有解脱 地盘还就只剩下一张床了 好 好 感谢观看